乱葬岗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此时他们所占的这块平地 还是他们没到十寒光军清理出来的 刚才那道蓝色剑芒便因此闪耀 此时没了荒草遮掩 脚下白骨鹿鱼也 格外甚人 魏无羡说作 也只是一句客气话而已 只是下一瞬 看到对面变戏法式的 掏出相应的桌椅板凳 甚至连刮果盘都摆上了 那行云流水的动作 就好像是来这里太轻的 简直不要太惬意 你们要过来一起做吗 明明是相邀的话 听到魏无羡耳里 却充满了挑衅 魏无羡眉稍微扬 婉言俱绝 他迈步走到一旁 周身忽而邪气肆意 魏无羡微抬手 嘴角勾起一抹邪似的笑 四周煞时阴风阵阵 周围本就阴冷的气息 更加森寒 魏无羡屈指打了个响 脚下白骨纷纷翻涌而出 一根接一根地搭举起来 在一众惊恶的目光之下 一张白色的王座赫然出现 据使白骨堆成 紧接着 几张椅子一一形成 魏无羡伸出手 掌心白芒闪耀 附在旗上 敌尽白骨怨气 在收回手时 只见那几张椅子 流光溢彩 虽然白骨看着吓人 但流转的气息 却是圣洁无比 魏无羡淡定地回身邀请道 不知韩光君可否赏脸 与我共享这王座 蓝忘机默默地走过去 拉着他一同落座 白色的衣摆翻飞 与身旁之人的黑色衣角交织 红色的发带 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与他身后的抹额尾端 纠缠不休 墨玄宇兴奋地坐在一侧 白骨围椅 他还是第一次坐 前辈太厉害了 他忽然掐绝 一道白芒落到前面的地上 只见一截白色的手骨 破土而出 只见捧着一朵盛开的花 烟红似血 手骨颤颤巍巍地 把花举到魏无羡面前 魏无羡伸手接过 白骨嗖地一下嗖了回去 墨玄宇嘚瑟得黑黑一笑 前辈 我这招控制得还不错吧 魏无羡淡淡地肯定一句 手中花转了转 忽然致向对面 挑眉道 借花献佛 他刚才露的那一首 早让魏无羡心生佩服 偏生两人暗自 表面不动声色 红色的花朵 蕴含强劲力道 破空而来 魏无羡抬起手 那朵迎面飞来的花 忽然在空中明智 他五指微微收拢 花朵缓缓落下 停在他面前 魏无羡探手取过 朝他仰手 笑道 多谢 在下姑苏兰是魏无羡 不知道有如何称呼 一直沉默的蓝望鸡 忽然抬眸看了他一眼 然后又转到魏无羡身上 五指抵着掌心 眸光微动 恶魏无羡没想到 他会这样自爆家门 一时有些正主 眸子转了转 朗声回答 怡灵老祖魏无羡 欢迎来到我的地盘 蓝望鸡抿了抿唇 偏过头 魏无羡轻笑起来 巧声和身旁人交流 蓝战 那家伙完了 连他身边的人生气了都不知道 韩光君淡淡地开口 语气毫无波澜 你看得到仔细 恶 魏无羡总算知道 什么叫乐极生悲 怎么就忘了 这人吃醋的境界 简直登风造极 此时这副样子 分明是又酸了 他感觉腰又开始隐隐作痛了 你说这是你的地盘 如果我们没走错的话 这里应该是乱藏岗 魏无羡问道 他记得大哥说过 宇宙浩瀚 界有三千 还有无数的平行世界 他们此时多半就是误入平行世界 而眼前的人 应该就是这个世界里的另一个自己 虽然另一个自己 看起来是挺厉害的 但是这处境也太惨了吧 乱藏岗 是人生活的地方吗 魏无羡点头 欠一道 嗯 抱歉 山上有个不听话的家伙在搞事情 没想到把你们卷进来了 魏无羡顿时兴致勃勃 需要我帮忙吗 我可是很厉害的 不用 我也很厉害 魏无羡一口回绝 顿了顿又道 就算要找帮手 还有韩光君在呢 是吧蓝战 魏无羡侧手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笑脸 蓝旺鸡轻轻恩了一声 那你不生我气了 魏无羡无声问了一句 蓝旺鸡没想到他竟然看出来了 气息略显局促 心中泛起一阵羞鹤 面上板得更加严肃 魏无羡知他面皮薄 见好就收 没再逗他 魏无羡撇撇嘴 表示没眼看 伸手从桌上拿了快瓜吃了一口 又递到韩光君嘴边 韩光君神色从容的张口 就着他咬过的痕迹咬下去 两边的少年看天看地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忽然就懂了彼此的境地 无论在哪个世界 他们注定逃不过这碗狗粮 这相平和相处 却气坏了乱藏岗上的始作俑者 怨气翻腾如浪 逐渐凝聚出一个庞大身影 星红双眼犹如两个灯笼 在黑雾中折射出阴森诡诀的光 四周一阵波动 笼罩在乱藏岗上方的无形光影 骤然消失 魏无羡抬头意味不明地看了一眼 无声勾唇 这么沉不住气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急性子 对面的魏无羡也看了过来 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汇聚 魏无羡冲他挥手 笑道 慢走 不送 后会无期 对面的人轻声回了一句 眼前一阵眩晕过后 在凝神 魏无羡发现 他们已经从之前白骨哀红的半山腰 回到了原本的乱藏岗山脚下 蓝苑和蓝锦怡 小脸煞白 显然还没从两个平行世界的交错乱流中缓过来 魏无羡一人喂了一颗丹药 直到他们脸色红润起来 才放了心 阿爹 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吗 蓝苑问道 知道他在问什么 魏无羡详细和他们普及了一遍三千戒论 两个少年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们这是走了什么运 居然连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都能碰上 应该是那边的问题 蓝忘机思索道 我们的出现 给了对方制造平行世界交错的歇机 不过 不过始作俑者 估计脑子不太好使 又是个沉不住气的 所以才这么快就撤了 魏无羡接着他的话道 看那家伙的样子估计也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 这次就先不去乱葬岗了 本来也是为了带阿怨他们去乱葬岗历练 如今走这一遭 还是让他们缓一缓吧 蓝忘机问 那我们回云深不知处 魏无羡私存着道 去燕归山吧 好久不见大哥和孟姨 怪想念的 而且孟姨年纪也大了 正好这次阿怨也在 我们回去住几天 陪陪她 顺便让他们俩去塔里磨练磨练心境 听到要去燕归山 蓝景仪眼睛都亮了 她对燕归山那两座塔神亡已久 总算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了 魏无羡笑而不语 但愿他们到时候别哭彼此就行 似到不同的剑芒划过天际 朝燕归山飞去 魏无羡临走时 回望乱葬岗的方向 默默地在心里说了一句 魏无羡 祝你好运 交错的两条平行线 重归本来的轨迹 魏无羡等人也回归之前的地方 温宁一身狼狈地站在山路上 那条被荒草掩没的山路 已被她彻底清理出来 两旁树梢偶尔挂着一只腐朽的灯笼 这条路正是当年魏无羡退守乱葬岗以后 弄出来的唯一没有白骨的路 那些坏掉的灯笼还是温情 他们担心她夜间上下山磕着绊着 特意挂的 见他们平安归来 温宁将着脸 却明显感觉到她似乎松了口气 温宁念如着想说什么 魏无羡上前拍了拍她的肩 走吧 先上山 顺着山路直上 一路畅通无阻地到了目的地 正是当年温室众人居住的地方 可惜早被夷为平地 都没了 温宁的声音很低 似哭非哭 她披的木桩桌椅 似书搭的木屋 姐姐的药架 公子挖的莲堂 就连那片 他们费尽辛苦开垦出来的萝卜地 连同岁月一起化为了灰烬 焦黑的颜色 即使过了这么多年 依然能看出 当初那场大火烧得有多四年 气氛过于压抑 几个小辈自觉地保持安静 蓝丝锥神色有些恍惚 越靠近这里 她越觉得熟悉 可又想不起来 到底是因为什么 魏无羡常欲一口气 道 你们几个在外面等着 注意保护好自己 又回头对蓝忘机道 蓝湛 我们进去吧 说着 率先进了浮摩洞 洞中空旷阴寒 血池里星红的池水 因为它的到来如废水翻腾 咕咚咕咚冒着气泡 我知道你已经脱离封印了 是要自己出来 还是我帮你出来 魏无羡声音冷冽 鱼音在洞中回响 一圈又一圈 久久未绝 半晌也没动静 魏无羡扭了扭脖子 手指捏得咯咯作响 看来是要我帮你了 话音刚落 血池沸腾得更加厉害 一声声嘶吼从里面传来 紧接着 从血池里 爬出一具具凶尸